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9分 欢迎回到台股线上 加全指数现在是下跌144点 来到15415点 看到说在全指股 比如说像是台积电 目前跌幅也稍有收敛 像是在2454的联发科 可以看到说现在逐渐 是要试图往这个平盘座拉抬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全指股的部分 还是有这个拉抬的力道 试图是想要守住 这个台股的下跌的这个程度 那么对于说在盘氏的观察 电话线上要请教到的是 亚洲投顾的吴岳展分析师 老师午安 至今午安 好 要请教老师 怎么来看待在今天的盘氏观察 当然最主要还是 在这个矽谷银行的风波 使得说近期在这个整体的市况 是比较震荡一些 昨天看到说在美股开盘是出现了下跌 但是其实还是很强 因为中场的收红盘 或者是收平盘 今天台股表现却是相对比较 弱势一些些 现在可以看到说还下跌 有超过150点 那么以这个现阶段的盘氏 老师如何观察 我觉得这个盘氏 今天的走势就有点怪怪的 因为昨天的状况 它是本来是 本来昨天是比较不看好 所以盘中先击杀 就后来又一路拉上去 拉上去又站回 15500点的位置 结果今天开盘 就开下来又继续往下探 所以目前的状况 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观察两个位阶 大概以红盘 开红盘的那一天 1月30号那一根K棒 我觉得上下来抓 大概抓15300点 跟15500点 我觉得这两个点位 大概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以 如果15300点跌破的话 我们先讲比较差的状况 15300点跌破的话 我觉得下探 大概就会回到季线附近 大概在15000点 就是15000的关卡 然后今天的状况是这样 早盘这样开的时候 早盘其实开盘 还开在15500 517点 但是随机就灌破了 15000的关卡 然后今天盘中 又来到最低是来到 15348 昨天是15349 就刚刚好跌破一点 所以今天这个状况看起来 因为如果 如果真的 昨天是一个反攻的讯号 那今天不应该这样走 所以如果今天这样走的话 我目前来看 主观的看法 我会认为 接下来盘是回射修正 回到万五关卡的几率 就会大增 所以这部分 我提醒一下 那个各位同学 就目前的状况 我认为资金水位 还是要做一些的调整 会比较安全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相对 可能还是要偏向保守一点的去看待 那么讲到说今天在族群的表现 可以看到说 比如说在这个全职股 还有像是在货柜三省 股价都走弱 当然最主要看到说 2615的万海 这次公告营收 意外的是这个呈现亏损 而且呢 这个在配发率 也是只有15% 那么对于说 在今天呢 可以看到说 这个族群的下跌 老师怎么看待后市 对 首先我们在讲货柜三雄的时候 过去我们都一直讲 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区间的格局 然后都不建议追加 就今天居然报一个新闻 就2615的万海 居然第四季是亏损的 这个地方我觉得 也不会说太意外 因为毕竟是说 那个我们讲货柜的运价 他们我们从营收上面 大家就可以判断了 所以这也给大家一个经验 过去我常常讲 我说其实货柜到底好不好 我们从它越营收 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运量固定的话 它的营收就是运量 乘以运价 所以这个很明显 在营收上面表现 就是它运价到底 实际起伏的一个状况 那从过去来讲 从去年大概我们都可以看到 持续他们的营收 都持续在下降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种状况 为什么我一直 讲到这一组的时候 我都一直提醒大家说 我觉得不要追高 我并不看好 我认为是资金parking 那今天刚好报这个新闻 就顺势往下跌 那这个地方一样 就是如果前面有听我们的分析的话 大概不会有这一组 那我们就当做看一看 但是从看的角度 我们又会发觉一件事情 这一段时间其实 在电子股休息的时候 基本上会轮到航运 这些来撑盘 但是今天航运又报这个消息 但是电子其实也没有跳出来 撑住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现在主观来看 我会觉得相对比较悲观的原因 是这样 因为你说包含金融 包含船产 包含航运的这一块 其实表现都不太好 然后在钢铁的部分 也稍作休息 目前只有大成钢 等等的 比较少数的个股 有所表现 所以资金 旁边上资金 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热点的地方在于什么 那个像电力的族群 因为礼拜二 我们那个核二就要 那个挺 挺异的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电力相关的个股 表现相对好一点 然后在太阳能相关的个股 表现也相对好一点 OK 不过过往 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很多次 就太阳能 虽然那个帽笔 他出来的营收的状况 好像不错 但是我一直提醒大家 台湾的上市柜的太阳能的股票 大概都是做模组的 比较多 以模组厂的角度来讲 获利还是相对低 所以我认为太阳能的这一块 大概是视为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而已 不建议介入 但是OK 我们讲重电的族群 过往我也介绍过很多次 反而是 是不是在这种盘式相对疲弱的状况 是可以往这一个 类型的个股去做一些琢磨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如果我们讲最近是 那个信股银行的问题 不过银行的问题 当然政府一定会出手解决 不然造成挤兑 那是金融体系会崩溃 所以其实政府出来解决这件事情 并不意外 但是今天台股的盘式这样走 确实就表现出来 OK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我们讲全球的景气 如果过去我们有讲过 叫外人内温的话 那电力的族群 重电的族群 其实还是比较倾向内需 基建类的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可以持续关注 那昨天我们也特别提到的 像2634的汉翔 在军工类的族群 我们昨天 那个昨天我在那个 友台的节目上有特别提到 就是那个中兴电跟汉翔 我觉得这两党 大概是有机会介入 就今天汉翔也是开一个平盘之后 一路走高 到目前也涨3%多 就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我觉得军工类还是有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相对于那个世界的景气 他们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这部分是这样 然后包含汉翔 他出来二月的营收 大概也是成长 应该是9成左右 所以也是属于一个高成长 所以在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相关的个股 我觉得可以往这个角度去思考 那今天当然还有 2645的那个长风航太 今天IPO挂牌 然后当然还有包含云豹能源 这个部分我觉得 有没有激励的效果 也许有这个机会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其实台湾的航空业 就是航太的相关产业 当然不是说台湾做飞机 当然汉想本身也有做高轿机 但是以台湾的精密工业来看的话 确实我们从这个整个研究报告 我们从整个研究下来 我们会发觉台湾的军工产业 在航太这一块 很多都打进波音 空巴的供应链 所以这个部分能不能持续关注 我认为是可以 这个地方特别会在这种盘势 主流没有出现的时候 会回到这种比较相对需求弹性 比较低 就是他还是得买 这些的个股 那当然今天另外 比较亮眼的族群 像是生计族群 六四七二的宝瑞 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那他在前面的这一段 涨上去忽然跌下来之后 也是形成一个强势的整理的格局 并没有完全转弱的迹象 那当然宝瑞他在二月营收出来 也是相当亮眼 OK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回到一些族群 我们就可以去关注 就是二月营收 表现不错的个股 这些是不是说 我们接下来回头 去可以掌握的一些族群 那当中也包含什么 三一六二的金雀 金雀兼换涨停 不过金雀他因为他获利能力 看起来还是没有拉升起来 虽然营收是 是有一个比较爆发性的成长 但是他整个获利能力 如果没有起来的话 我也会比较担心一点 但是以他的目前技术面的状况 确实是有突破 而且是那个带量突破 然后有锁住涨停的价位 所以有没有机会持续关注 我认为还是有 因为这个敏时集团 这档股票 三一六二 精确 我们发觉很多同学 都会特别注意 所以看起来这技术面 确实是还OK的 如果有注意的同学 那你就持股续报 如果你就记得 今天的涨停价60.8元 这个位置 如果能持续守住的话 那我都有机会 行情再往上走 那当然从营收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有那个2482的联宇啊 他在那个二月的营收 其实也表现得不错 他的成长 成长性非常高 大概是来到多少 644%的年增率 然后目前的那个 二月的这个营收的状况 应该也是靠近历史高 所以这个地方 他这一段 那个从年后 我们才介绍之后 一路强涨 强涨之后 做一个整理之后 突破的拉回 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以拿越线 来做一个防守区 那这个地方 如果守住的话 搭配他营收的状况 有没有机会介入 我认为还是有这个可能 这个地方 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今天相对强势的 比如说看到说 在避险的这个买盘 就是黄金概念股 当然像是加隆 刚才工上涨停板了 老师对看待说 在这个族群的后世 A线阶段 在这个局势 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是值得介入的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 这我就比较保守了 客观来讲 因为他们 比较像是题材性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加隆 其实过去都是处于 一个亏损的状态 好 那这个状况 因为我一般买股票 我还是希望说 有基本面的支撑 好 那过去 其实我们有注意到 一个金益顶 这个我看一下代号 8390的金益顶 所以讲到黄金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注意到他 但是他的 他们两个的状况 我觉得都比较像是题材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题材的话 那相对来讲 我会比较推荐金益顶 8390 因为至少公司 是维持一个获利的状态 但是OK 我们来讲 比较客观来讲 就是因为这个股票 它还是没有趋势性 你遇到话题的时候 稍微动一下 就很容易回档 所以这个地方 不建议去追高 那你说真的回档 有机会想要布局的话 要考虑是可以 但是我认为 应该还是有更好的 选择的标的 给大家来做一些 投资上的选择 所以这一组 我倒是不太建议 今天也看到说 在这个商关的 在这个车店商关的族群 其实股价表现 也相对有称 这个部分 老师又怎么看呢 其实车店的部分 因为像我们讲 那个捕食物的台办 台办过去 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我们说锁住100元 我认为都还是有机会继续上工 到目前今天盘市 看起来比较不好的状况 其实它也是小跌1.41% 然后到目前的位置 大概收在105 105也是守在百元之上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也是有 所以这个地方 我认为这个 这一组的股票 是可以持续关注 那从中间 我们又可以延伸出去 从那个2201的角度 2201昨天 昨天是一根那个藏宏 对 藏宏吃掉前一天的K棒 前一天的黑K 算是一个低档分次线的格局 那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上来 我觉得可以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操作上 也很好操作 因为它昨天的 那根藏宏K棒的低点 大概又是季线 那个季线的位置 到目前大概是71.5 所以今天 现在目前的成交价 大概75.2 所以你说 抓10%来做一个停损的话 大概还有季线的保护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可以这样子去做 一个操作的思考 然后再来 我们也可以顺便提一下 像那个 像那个那种 A5三雄 昨天看起来 稍微有点往上拉的一个状况 但是OK 今天的状况 看起来又开始走落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整个电子族群 好像就是相对比较疲弱一些 然后当中还有2303 2303的联电 昨天也是收在一个最高 就今天开盘又再下来 所以看起来 整个电子族群 确实是有点疲弱 那如果从当中来看的话 其实早盘还有什么 8227 8227的那个具有 具有科技 早盘看起来 先往下走一下 又收上来 但是收上来 进攻就无力了 然后也连带 像创意 创意早盘也在盘上 就正一阵正一阵 现在又跌下来 现在收在1110 之前我们讲1080 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大家一样延续这样的看法 然后像早盘还有什么 世新 世新KY 早盘也有稍微有点上攻 但是目前还守在千元以上 所以这一组的股票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他们能不能 在这种电子股相对疲弱的状况 可以震衰其壁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 再来带动整个电子族群的攻势 不然的话 真的就是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回撤 整个大盘还是要做一个回撤的几率 会相对高一些 好 讲到说 在这个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看到说 其实相关在这个 AI族群 或是说在这个 CHAT GPT的这个族群 比如说铃群等等 其实也还算抗跌 虽然目前涨幅有收敛 但是都还维持红盘 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一组的股票 我觉得他们走起来 都还是算是不错 虽然之前都有涨过一大段 但是我觉得林群说 归纳在那个 CHAT GPT的题材的话 当然我觉得市场上 很多人会这样讲 但是我会认为 台湾有很多的 之前我们应该有 跟那个大家报告过 就是说我觉得软体相关的 软体整合的部分 包含4953的微软 甚至那个6811的 那个宏基资讯 然后2453的林群 然后 6874的贝利 当然贝利现在 还是在管制期间 但是贝利是支通投资的 但是OK 支通之前也那个 母一子贵 也忽然涨一段 但基本面没有什么 特别的表现 但是包含什么 6690的安基资讯 这也是宏基旗下的 包含6752的瑞洋 我觉得这些的个股 他们的走势都是很相近 都是稍微涨过一波之后 然后近期再做一些休息 但是休息 他们并没有说 像一些投机股 可能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他们都大概都是维持在一个高档的震荡 那这一段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盘势不好 所以他们就相对受到压力就拉回 没办法继续攻 但是OK 因为我们之前有提过 他们基本面的表现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都非常不错 而且软体会不会是台湾的优势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你看宏基居然投资两家 都是上市贵的 都是做资讯相关的 一个提供企业的数位转型服务 一个宏基资讯提供 企业的数位转型服务 安基资讯是资讯安全管理的服务 所以这部分 我们会发觉软体的应用上面 包含未来你说可能远端办公等等的 相对的控管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会需要 大量的软体的应用 那这部分 因为软体还是越来越专业了 然后相关的供应链 相关的厂商会不会脱颖而出 我觉得还是有 而且特别是 我们看他们整个族群上面来讲的话 他们整个的获利能力确实是不错 所以这一组我认为是不错的 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像我们刚刚点名的一些个股 然后大家可以持续注意 好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也非常谢谢老师 目前在加全指数 是下跌125点来到15435点 团式上的变化怎么看 稍微收集一下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招期订阅